欢迎回来 再来要关心到以为变装砸车行妾不会被发现 但仍然逃不过警方的发眼 一名男子因为缺钱花用 趁着深夜的时候先是变装 再拿石头砸车窗下手行妾 四天的时间里头 在桃株地区就有十多辆汽车受害 警方寻现追查将人逮捕 一送法白 深夜一名男子不停左右张望 鬼鬼祟祟 接着拿起用布袋裹着的石头猛力往车窗砸去 警报器立刻大响 男子拔腿就跑 但没多久他又再折返回来 熟练的爬进车内拿出手电筒开始行妾 远警获报后随即展开调查 发现原来这名张姓男子是一名贯妾 因为缺钱花用在新竹县恒山关西 以及桃源龙潭地区 趁着深夜变装寻找下手目标 破窗搜刮走车内的车窗和线材来变卖 短短四天就有十多辆车受害 警方在接获报案之后 迅速调阅监视器 并组成专案小组 那趁范贤出门的时候 将其上前查获 并取合证物 自以为便装行窃 神不知鬼不觉 但最后还是难逃法眼 被一窃到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中文报道 准备看 我发布 我发布 我发布